中方希望如何塑造今年的中印关系 中印关系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当然也经历了困难和考验 正像你刚才所说的 在此过程当中 中方既坚定维护了自身的正当权益 也积极固全了中印关系的大局 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 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重要的战略共识 那就是中印要龙向共舞 而不是龙向争斗 中印一加一不仅等于二 更加等于十一 面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百年变局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有识知识认识到 两个超过十亿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大国 相继走向现代化 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最应该避免的是相互猜忌 相互消耗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印之间 或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互信 建立起政治互信 喜马拉雅山也阻挡不了 相互加强友好交往 缺乏互信 一马平川 也难使双方坐在一起 我要告诉印度朋友的是 中印之间 共识远多于分歧 利益远大于摩擦 中方愿意同印度 继承弘扬友好传统 同印度人民交朋友 做伙伴 希望双方打开心结 相向而行 用信任代替猜忌 以对话管控分歧 靠合作来开创未来 中国是敢准备和复杂准想 去 中国是勤力的 举办 所有公司 三菱 全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